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不宜遲 開始問問題的環節 電話旁邊接通了吳小姐 早晨 吳小姐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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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我想問200和222在甚麼位置可以入 或者是問港股和A股 甚麼時候可以吸納 看到港股掛鉤的盈賦基金200 現在這一刻都在跌5仙 做24.6 最近這兩天的勢頭都是一般的 恒指都在跌160點 做24312點 應該怎樣看 甚麼時候買好 郭Sir 大市今天進步好下跌 其實已經跌近50天平均移動線 先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今個月直到現在是先高厚低的形態 高位仍然是星期一的24,998點 如果這個形態不變 即是說只要3月份的市 輕輕向下1,000點 指數有機會見到23,998點 在那刻盈賦基金 若不應該見到24.2 問題是你買盈賦基金 就不需要理會 價格升兩毫子或者跌三毫子 因為買的全部都是中長線持有 不會是短炒 以現在來說 3.4厘的息率是可以接受的 太高息也未輪到他 但3厘多息 對很多中線投資者來說 這亦是一個不錯的回報 介不介意短期的反覆 因為一個月的低位見過24.5 其實相對現在24.6 是差很少 如果不介意的話 如果想買小住就沒甚麼所謂 買平一毫子買過一毫子 對於一個中線來說 今上不是問題 但如果你說 我買一萬股或者買多多比較多的話 可以略為分住 即是現在這分鐘 你可以先買三千 萬一大市再下的話 盈賦基金也會下 因為跟著大市行 到其時 又分家著慢慢在低價再買中線部署 問題應該不會太大 政府基金絕對不是適宜短炒 初步看回頭 都要看整個大市三月份 能不能扭轉這個 先高後低的形態 上證這刻要向下跌超過百分之一 坐在3246點 跌是32點 假令觀眾想問 222 南方A50 同內地股市的掛勾性 更加明顯 跌超過百分之一 坐在12.64 這隻有什麼時候吸納好呢 我想先等等 我不覺得會大跌 首先來講 因為上證指數 2月9日 建立3,049點 急速反彈 近日來講 高台買盤 似乎比較保守 尤其是 新股上市 凍結了 不少資金 所以形成了高台整固格局 不過有一個支持位是3,049點 只要不跌穿 整個A股仍然在高台 反覆拉鞋等變 如果跌穿了情況就比較麻煩 2,222一個月的低位是12.54 其實買2,222和2,800 其實意義都差不多 大家都是買大市走勢 當然 如果你是介意短期的反覆 暫時等等 一旦 A股再進一步向下走 我相信2,22 試試回12.3 左右 機會都有 太低我就真的看不到 如果你是純粹短炒的話 就要留意 12.54這個支持 這也是 一個月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 可能就會深度跌 不過最終都要看A股的表現意定 我自己對A股短期的看法 就有少少保留 可能 始終還是反覆 但中期一點 我始終還是看好的 好希望都幫到你了 要轉一下 嘉寧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今次有余小姐 你好 是 早安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一下 龍行和神華 都沒有貨的是不是 神華有 神華有 不如先說一下龍行 沒有貨是不是 好 1288 暫時來說 股價跌到100天線 現在跌超過百分之一 還有3.71 沒有貨 換言之想買 股價跌到這個位 有沒有支持 可不可以買 其實一個月的低位 3.73 今天 3.71 3.72 已經跌穿了 換句話來講 技術上來講 形態是轉弱的 內銀股一直以來 我推介的 都是中行 公行 建行 農行 都是四大國有銀行 但是由於它不是恆指成份股 所以比較少提到的 如果你抱著短炒的心態 你就暫時官網比較好 如果你說不介意買回來 我中線少少持有都沒有相關的話 的確可以買 最低限度可以分轉慢慢去吸 就算有少少風險承擔 相信都不會跌得太深 另外就是神華 先問余小姐 什麼價位有貨 20.01 好啊 20.01 最近看到低位 但是看到賣完之後 再向下 再走弱一點 現在這一刻 神華1088 做19.5 跌超過1% 應該怎樣做部署 郭Sir 我想要留意 一年的低位 19.12 近期來說 就有少少 視底的形態 一旦跌穿了 逐沉一年伸低 要看基本因素 這個真的很老實說 因為內地的空氣質素很差 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所以中央政府未來 都會投放多些政策在環保方面 尤其是 會用多些太陽能發電 或者其他環保的發電 當然不知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發電大部分都是燒煤 不過即使如此 煤價都始終低企 我就不看得太好 19.1號市 一旦跌穿了 老老實實 如果不介意的話 止蝕 或者將資金投放在其他的方法 比較好 好 麻煩郭Sir 要接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旁邊有吳小姐 你好 嗨 主持好 嗨 請說 問什麼股份 3777 我就在1.9號2 有貨 我想問中企目標是多少呢 阻力為 好啊 1.9號2 好啊 有貨的1.9號2 技術上已經早前已經突破了 這一刻 目標 我自己看 應該是2.1號8度 阻力水平 這個也是早前的一個高位 但事實上來說 如果你 持貨是屬於中線 你就不用理 一突破了2.1號8 下一個目標 可能你會上移到2.2號3 最終當然要挑戰2.4到2.4號5 近期來說 中國剛纖的股價 在市道不斷反覆回軟 一直是逆市偏強 一輪急升之後 的確有少少整固 但去到2.05元 已經拒絕再下限 即是走勢是比大市為強 這一分鐘 如果有技術上任何突破 第一個阻力 再向上望就是2.1號8 再破一點就是2.2號3 走高一點就是2.4到2.4號5 如果你是持有一個九號幾 可不可以放下指責位 自己決定 因為近日市道的反覆 最低見過2.05元 就拿2.05元做指責 不過老實說 一個九號幾到2.05元 都是賺很少 既然是這樣 暫時先觀望 看看有沒有辦法 突破2.1號8 如果過得到2.1號8再上 你才會把指責位放在2.1號3 即是近期早前的高位 不跌穿 就繼續向上望 好 爭取時間 要看看下一位嘉寧觀眾的查詢 有位叫做Mr.Wayne的朋友 就是電郵黎敏 郭Sir 即是566 今天的焦點股份 他竟然想買 想問一下 現在是否好的時機 這隻股份 最近講到全期股份 升了好幾倍 現在這一刻 在做7.5元 都在升了1.7元 但其實見到高位見過 就是9.07元 升幅非常之誇張 怎麼看這個股價方面的走勢 想買的又好不好 其實如果你承擔得到風險 都要考慮幾個因素 第一 今天9.07元 那一刻 總的市值是超過378億 比長實更高 他的資產和長實比 哪有得比 但股份的上升有時 充滿投機性 也沒辦法 昨天仍然是6.4元 今天最高已經9.07元 即是昨天和今天 以今天最高價來說 是升了40%多 我都承認 太陽涼薄磨 或者環保發電 是有政策負視 但就算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升 三個月前 都說了1元 作用水平 到現在為之 最高價格是9元 升了9倍 如果你現在要賣 我只能跟你說 萬一不對版 你預留了空間去止蝕 很多人說 我現在買 跌穿7元 我便止蝕 其實跌穿7元 根本上止蝕不了 因為股價跌得很快 在那刻 到你 真的可以 沽得到出街 止蝕的時間 可能已經去到6元 即是你預算是20% 來做風險承擔 即是跌穿了 10%我便止蝕 但沽得來已經20% 因為跌得快 初步的阻力 以技術上來說 今天曾經在八個多元錢 整固過 我便當第一個阻力 是八個多 不過 如果可以忍受 就要忍受 有些錢 不是我們有本事賺的 我們就官網算數 風險承擔比較高的股份 當投資的時候 都要留意 這次時間差不多 謝謝你國Sir 和你做新報 提及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本日總結